为贯彻社造4.0政策 工部门的角色有主导发展 转为提供协力的中介单位 由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召集学者专家 进行北区青年社造焦点人物的盘点成果发表 其中陈伟圣所带领的逆风剧团 在线上演出青年逆风成长 转变投入青少年辅导与社区营造的生命故事 同时焦点人物也进行现场交流分享 馆长业余正说明投入设造是为了改变 设造的可能就是设造不是为了证明而已 它是为了改变 就是你改变到什么 那有提到说那焦点人物要怎么去把它创作出来 所以我们把九个县市文化局教会处它提供名单 那我们请专家学者去了解这个性效度 那另外也请很多我们的专家学人来做辅导 所以其实它这个性效度是有 只是说有遗珠之汉难免 因为人情有难免 梳理的是在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 所以今天十位你们是很厉害的 所以从1.0 2.0 3年一直不断的进阶 那这些梳理的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科长一直在提的 其实就是由下而上 他一直去把它做改变 改造 改善 然后呢最后就变成 你会觉得自己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有设造的观念在里面 在梳理的过程 他们其实是有个生态系 就是左右邻居 所以一个人成功 像建筑他会成功 红林会成功 中看会成功 李林会成功 其实你们成功 都是不居功的 因为你们的团队一直支撑着你 社区总体营造的这个名词 是从1994年文件会开始提出来 1999年就发生了921 在921的时候验证了这个 当时推动社区总体营造 对于社区的凝聚力 那时候也就是有助于后 后续的灾后负责 文化部文化资源师科长林玉兴 在受访时提到 1994年社区总体营造首次被提出 当时是针对文化基础建设的 持续扩大投资 而提出的四大核心推动计划 如今已推动28年 他也进一步表示 文化部逐年透过生活美学馆 在各区域持续推动社造计划 文化部下面有四个生活美学馆 这四个生活美学馆的角色 能够更贴近在地 所以其实四个生活美学馆 他们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这个区域文化部 区域中心的一个角色 那社区营造呢 这四个馆呢 从三期以来一直也都是社区营造 这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所以从三期开始 从社造三期 其实就是105年到110年 各个馆 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在做一些 属于他这个区域内 重要社造议题的这个相关的计划 新竹馆来讲的话呢 因为新竹馆他所辖的这个 九个县市的区域喔 主要包括了北北基陶 这些大的都会 乃至于新竹这些地方 所以在社造三期的时候 他的重点一直放在都会社造 这个议题上 那我们的确也在今年的 这个10个焦点的这个案例上呢 透过新竹馆的发掘 它是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地方因地制宜嘛 只是说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或者是有一些 我们认为是非常棒的案例喔 那我觉得透过专书的出版 透过案例的发掘 透过今天这个活动 我想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 就是新竹馆的努力呢 其实是在北区这九个县市呢 遍地开花 那未来我们其实也希望 可以看到官方有更多案例的累积喔 我想在他们的专书的集结 或透过一次一次这样的活动 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社造的花蕊 其实就是遍地开放在台湾的土地上 社造新世代计划主持人王品涵指出 这10个青年社造的案例 每一个故事都非常有温度 公司也都能充分呈现 青年社造的新路历程 他提到印象最深刻的几个故事 我们这次有采访十位焦点人物 然后在过程中间其实有蛮多事情 都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包括像是大溪 宜蘭的大溪不是桃园的大溪 然后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子一个地方 然后了解到他们怎么样 从本来居住的龟山岛 然后迁移到这个地方的过程 然后甚至把整个庙都搬过来了 那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记忆传承下去 改用活动的方式让大家做一个体验 让龟山岛的记忆 就是在人的身上再度的出现 然后变成一个经验 所以他们可以慢慢传承下去 桃园就是青浦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新世代的 就是一个创意的发想 从LINE的社群里面长出来的 对那从LINE的社群里面 然后慢慢认识志同道合的人 中间当然会经历过一些冲突 那最终找到了就是希望能够让就是 弱势团体还有儿少 然后他们就是用Podcast 发出自己声音的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那其实亲眼看到就是这些朋友们 他们的那个眼神是在发光的那样的感觉 是相当特别的 我觉得柳萨萨也是一个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采访对象 因为他本来是在法国 然后因为喜欢柬埔寨文化 所以开始学习东方语言 所以是误打误撞才了解到中文的 那后来就是也是因缘机会之下拍到台湾 没想到就在台湾这个地方 接触了非常非常多人 然后经历了太阳花运动 就是他其实也是被我们太阳花运动所 碰触到然后看到台湾 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可能 所以之后虽然派驻了日本 但是他想到他未来的方向的时候 他就选择回到台湾来 然后从事他一直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个自然建筑的这个部分 然后把自然建筑 以及我们的传统的就是这个工法 包括像汉人的以及原住民的 然后推荐给整个世界 新竹设造青年林子勤正在推动的周易记古宅 从古迹修护私宅1.0迈向老城区2.0版 盘队还成立古迹学校 重新串联古迹和老街的文化记忆与共学互动 目前许多的古迹或许都是政府来修复 那在私有古迹的部分 其实不太有相关的案例可以让人去追寻 所以屋主他在100年的时候 取得了这个房子 那102年的时候申请成古迹之后 他还思考说 要怎么样来营运 要怎么样来修复 其实他没有相关的先例可以来依循 所以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那他也希望说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管是对于这个家族的记录 对于这个城区的记录 那到现在我们从去年开始修复了 他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修复的过程的记录 或者是相关的资讯 他有更多的公开 那在未来有更多的人 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可以来找他 我们或许建设一个方式 让大家可以了解说 原来老屋可以这样子来经营来活用 那你如果有问题 想说到底我可以找谁 有相关的资讯 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来了解 而不是就是 有点像无头苍蝇 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修建房子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更多的文化 更多的记忆可以保留下来 位于新北永和巷弄内的绿书店 是提倡环保的社区书店 在寒暑假经常举办科学 生态考古艺术的应对 让小朋友在实验探索 和美学的体验中 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与文化 店内还有是退役的导盲犬 使书店成为宠物友善空间 因为我不是在地人 所以我不知道原来书店旁边 就是有一条河流 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场就是 齐老用画图的方式来说 一百年前的中永和市长怎么样 然后藉由那一场活动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书店旁边有一条天然的河流 可是我们居住在这边的人 其实都不知道 因为它被整治的比较人工化 所以一般人都会以为 它是一般的水沟 人工水沟 那我们后来就集结了地方的齐老 还有文史工作者 还有我们的书店的客人 那书店的客人 其实对于在自然生态方面 还有文化历史的方面 都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一起开始了 针对碗瑶沟的这个河川的故事 然后希望能把它发展成一本绘本 希望它能够透过绘本故事的方式 让孩子能从小认识这条河流 书店有很多客人 都是因为我们的Josh 就是退役的导盲犬而来 其实Josh他是2014年 我们书店2013年抵开 可是2014年的时候 Josh就从日本北海道飘过 还来台湾 他是日本交流到台湾的导盲犬 那后来他在书店用阅读的方式 陪伴了书店的客人 然后也用崇尼怪绘本阅读的方式 来让大家认识瓦瑶沟 做这个过程中也去探访了很多 就是城市中的河流 我们发现城市中的河流 其实瓦瑶沟的故事 崇尼怪的故事 就是每个城市的故事 甚至是每个国家城市中河流的故事 社造青世代故事转动社区 建置10个青年社造的故事地图 以精致的图文编辑和生动的手绘插画 将更能启发许多青年对于社造的想象 以上是一文报报采访中心 在台北采访报道